在团队中,新领导上任,首要任务是稳定局面,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发生内讧,给团队建设带来麻烦。 司马懿去世之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就遇到了这个问题,靠着父亲传授的经验,兄弟俩最终克服得重重困难,为西晋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那么司马仕兄弟稳定局面的策略都有哪些呢? 进去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跟司马昭却管理之,稳定局面讲策略。 一个团队要想发展,稳定的局面至关重要,尤其是新领导上任,他们大多年轻,资历前,团队中的能人骨干,常常会为各种原因,对他横挑彼此,竖挑眼。 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会给团队建设带来麻烦,那么怎样才能获得稳定的局面呢? 司马仕在离开人世之前,最放心不下的,是两个孩子能否稳定的局面,在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较量之后,司马仕兄弟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 那么,为了稳定局势,兄弟俩都想了什么办法,我们又能借鉴到哪些管理智慧呢? 中国人有句话说,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 司马仕他就很懂这道理,你活着的时候,一手遮天,权势那么大,他不看两个儿子的面子,就看司马仕的面子。 周围的人对司马仕、司马昭,那也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赞赏。 但这事儿到底是真还是假?十有八九都是假的。 那是冲着这个爹的权势,冲着你的权威性。 司马仕想的问题是,有一天,我驾鹤西去了,对吧? 不在的时候,这孩子们还能不能获得这样的认可? 他们能不能稳定的掌握这个权力? 这是司马仕很纠结,很担心的一件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就想来讲一讲,司马仕这两个儿子,司马仕、司马昭,在掌控局势上边,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公元的251年,陶魏的嘉平三年,这一年的春天,在从首都通往曹魏东部中心扬州的水道上,浩浩荡荡的来了一支船队。 他的指挥官就是司马仕,这一年司马仕已经73岁了。 那你说,老爷子带着这么一支精锐的部队,他就干什么呢? 不是烟花三月下扬州去看看美景,他可不是看美景的。 司马仕此行是去抓人的。 谁呢? 这个人的名字叫王陵。 王陵这人出身可不简单。 王陵是司徒王允的侄子。 就是用貂蝉连环计灭掉董卓的司徒王允。 大家都知道,董卓死了以后,董卓的手下李绝国寺纵兵作乱,然后王允在乱军中被杀,而王陵侥幸逃生。 后来就归了曹操了。 而且在曹操手下,职务是越当越高,那官是越来越大。 到了公元251年的这一年,王陵的职务也已经升到太位了。 那也是四朝元老,坐镇扬州。 他属于要威信有威信,要实力有实力。 就在这一年,司马仕得到一个重大的消息。 王陵身边的人就到司马懿这块来告密。 说王陵要造反。 跟谁反呢? 跟王陵的外甥这个人叫令狐渝。 当时的职务是衍州刺史。 这舅舅跟外甥要联合造反。 原因是两个人看到司马懿大权独揽,小皇帝曹方年幼无知,曹魏大权被人家给篡夺了。 所以两个人想把司马懿拿走的权力再夺回来。 一听到这个消息,司马懿就急了。 司马懿决定要把王陵拿下。 咱们都知道司马懿那就是快。 决定要拿下王陵之后,立刻组织部队。 还没等王陵反应过来,司马懿就已经到了扬州了。 眼见着打不过人家。 王陵无奈之下,把自己捆起来到水军中军大营来见司马懿。 司马懿没见他,安排手下一个干部,中军行军主部,到王陵那。 对王陵进行了安慰,把绳子解了,把官服还给他。 说你回去听信就可以了,不用把自己捆起来。 王陵就以为这事没事了,其实是司马懿一招,先稳住他。 王陵以为没事了,就决定还得跟司马懿沟通。 又坐上小船来见司马懿,就把王陵给抓了,抓了之后准备押解到首都去处理。 直到现在王陵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王陵决定再次试探司马懿。 他这试探非常玄妙,表现了中国古人在人际沟通上一个特别好的技巧。 王陵跟司马懿要铁钉子。 中国人都不知道,王陵的身边人也不知道,说大人要铁钉子干什么。 司马懿回复说你要铁钉子干什么,王陵说,我岁数大了,怕哪天死了,没有钉子定棺材,你给我点铁钉子,我好准备一下。 这意思就是,你要给我钉子,说明你有杀我的心,你要不给,你就没有杀我的心。 咱们现在话就讲了,你直接问多好,你要我命吗?你杀不杀我? 你直接问多好,古人不这样。 古人有一个观点,他们一个作风,重大的利害攸关的问题。 重大的感情的问题,就一定要用含蓄的表达方法。 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一个独特的现象,叫二元式表达。 大家看《古诗十九首》有一首我特别喜欢,叫《盈盈易水间,默默不得雨》。 《默默寒情》是从这诗里来的。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和我心爱的人隔着一个浅浅的水沟。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他不说话,我也没说话。 我们俩那么深情的注视的从岛辰到中午,后来天黑了,我们俩又看了一眼,就各自回家了。 这把西方人给急的,说你跑过去,冲过去,抱过去,然后说一个I love you,这不就行了吗? 中国人不这样,所以中国的文化是用感情,是用眼睛来表达的。 西方的文化是用动作,是用嘴来表达的。 中国人觉得讲白了,讲白了就没意思了,就不美了。 所以我们的文化都是暗示文化,我们的感情都是含蓄感情。 你看,两个西方男生女生谈恋爱,说我很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答案就是yes or no,对吧? 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有第三个答案,问女孩子,我很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女孩一乐说,你猜,对吧? 这就是含蓄,你猜吗? 这就是喜欢你。 所以我们认为美好的感情都得有点这种表达。 王陵就是想用暗示表达,问一问司马懿,你要我命吗? 司马懿直接把钉子就给他了,而且告诉他,怕你不够,给你两口袋。 意思就是我得要你命,而且把你得钉死了。 王陵发现真要死了,就绝望了。 压解王陵的船队走到象城这个地方。 王陵觉得我这么大岁数了,到首都受审判,判死刑多丢人,不如落个扇钟。 王陵在象城就服毒自尽了。 这件事情给司马懿来了个提醒。 提醒是什么? 七十多岁老头子还烦我。 可见整个朝廷大臣里面对我有意见的人有多少? 而且我也七十多岁了。 早晚也有那一天,我孩子们能不能撑得住这个局面? 能不能撑过去? 司马懿心里也没底。 由于连日的劳累、精神的紧张,加上心情的抑郁。 司马懿的身体也出问题了。 收拾完王陵以后,不久司马懿就冰倒了。 这一次是真冰。 这次可是真冰。 而且冰得特别的厉害。 百般调治不见效果越来越重。 这种情况下赶紧就脱钩。 就把两个儿子司马仕司马昭叫到了眼前。 说了这么一段话。 无死之后辱二人善理国政。 最后两个字叫慎之慎之。 司马懿告诉两个孩子。 朝廷里边一直有人觉得咱们要造反。 我走以后你们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说完之后,司马懿就嫁喝汐去。 他死了。 把这个局面就交给了司马仕和司马昭。 用我们现在话说,这个局面可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 危机到什么程度? 司马仕当了大将军辅政大臣以后。 在禁书上面列了一个司马仕手下的干部排行榜。 在这个名单中涉及了二十多个干部。 我就翻了一下史书。 二十多个干部在五年之内起兵造反的有七个。 换句话说,司马仕政权中央政府的主要干部既是他最亲密的战友也是他最危险的敌人。 真是四面楚歌。 司马仕他就考虑一个问题。 我如何让周围这些人都支持我?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做研究的。 你说你要当一团队领导人,怎么让别人支持你? 其实支持就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利益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认同的原因。 我们现在管理学就说,用利益获得普通人的支持。 用意义获得高人的支持。 做事情有实惠,普通老百姓跟着你。 做事情有境界,有人品,高人跟着你。 司马仕就决定走这个路线。 首先决定用利益获得豪门大族的支持。 怎么获得? 司马仕吸取了曹闯搞改革的教训。 曹闯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把老曹家制度都改了。 结果得罪了当时的豪门大族。 司马仕的方法就是新官上任不放火。 啥也不改,咱们就这样。 这个现象在我们的管理学中,我们称为叫做利益驱动现象。 一个人对你的支持,首先来自于你能够帮他获得利益。 关于利益驱动的现象,怎么解释? 我给大家一个解释。 咱不用心理学解释,我们还用传统文化来解释。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一类书我特别喜欢。 就是《神鬼妖狐》的书。 有《山海经》《搜神记》《月威草堂笔记》《紫布雨》《夜雨》《秋冬》《迎创易草》《聊斋之意》。 我从初中就开始看。 特别喜欢。 然后你看书里就发现一个现象。 特别是《聊斋之意》。 天仙地鬼狐狸精都特别喜欢书生。 尤其是狐狸精。 书生爱得死心塌地的。 但是书生不争气。 书生一般都不争气。 有变心、有二心、有花心。 不争气。 昨天有人就研究。 说在《聊斋之意》当中,书生跟《狐狸精》的感情经历就代表了书生身上有男人谈恋爱的六大劣根。 哪六大劣根? 有人做排序叫,胆小怕事吃软饭,花心好色不负责。 排了六条。 说书生可恨。 但玄妙的就是,在书生犯完错误以后, 《狐狸精》都能原谅他。 捐气浅嫌。 破镜重圆。 以后结婚。 给他生孩子。 对他感情特别甜蜜。 所以有人就问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狐狸精》那么喜欢书生? 而且你会放眼望去。 看中国文化思想史有个特殊的现象。 所有的优美的爱情故事,男一号一定就是个书生。 所以你搞文士哲研究,你就要问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天仙地鬼,特别是《狐狸精》, 都那么喜欢书生? 你要从一般角度想,想不明白。 从管理学角度想,告诉大家,一句话就解决了。 问,为什么《狐狸精》那么喜欢书生? 答,因为写书的人他是个书生。 就这么简单。 他是书生。 他当然写《狐狸精》喜欢书生。 所以我告诉你,杀猪的写聊斋之意,狐狸精喜欢杀猪的。 打铁的写聊斋之意,狐狸精喜欢打铁的。 各位写聊斋之意,狐狸精就喜欢百家讲坛的观众。 这叫利益点决定观点。 一个人有什么叫利益点,脑子中自然就有什么样的想法? 这是基本规律。 司马师就看到这个问题了。 这些人有这块利益,你只要满足了,他们就有可能支持你。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团队中出现矛盾冲突,往往都源于利益。 一旦处理好了利益分配问题,领导者就能把握住局面。 那么是不是处理好利益问题,稳定的局面就一定能够出现呢? 接下来,司马师兄弟还会遇到哪些挑战呢? 如果司马师比较崩溃,这招不起作用。 他为什么呢? 因为大多数豪门望族,利益已经足够了。 人除了利益之外,还要理想,要意义,要认同。 这个现象叫没有利益是不行的,只有利益是不够的。 整个草原政权的核心干部,他们都是忠于朝廷,忠于国家。 他们就是,你给我利益,我也造反。 因为我不认同,我觉得你这个人做的事情有问题。 司马师和司马昭就被逼到了作战的地步,得动手了。 司马师和司马昭就决定,用这三种方法来消灭反对派。 第一战是栗战。 栗战解决文贯二人。 文贯是什么人? 两个人。 一个叫文钦,一个叫冠秋俭。 冠秋俭当时的职务是镇东将军都督扬州军士。 他其实是司马仪带出来的军事干部。 文钦是曹爽的手下,官拜前将军扬州辞世。 两个人走到一起了。 为啥走到一起? 冠秋俭是认为司马家做的事情太不对头,太过分了。 我要站出来主持公道。 文钦不是。 文钦跟冠秋俭不一样。 都造反。 冠秋俭为了理想,文钦为了实惠。 当年曹爽对文钦特别好。 司马师对他的肯定没有以前的领导给他的多,他生怨气了。 这给代入我们叫做冷暖水效应。 什么叫冷暖水效应? 一个温水你搁进去是凉是热,取决于你以前手指都在什么里边? 你以前手指都在凉水里边搁温水里边,就觉得暖和。 所以你要看一个下属对你的感情认同怎么样,你得先看一看前任老领导怎么对他的。 你要谈个女朋友,看他接不接受你这种感情。 你得判断一下他前任男朋友对他的热度在哪。 如果是80度,你给70度觉得凉。 如果是50度,你给60度就觉得热。 这叫对比效应。 本来文钦前任领导对他特别好。 其实司马师对他也没有特殊之处。 也没有说是打击是故意冷落。 但是因为温度没有达到前任领导的度数。 而文钦又是个在乎利益的人。 所以他对司马师就有意见。 于是文贯二人就合流了。 他们决定造反。 当时司马师正遇到一个人生的危机。 司马师眼睛有病,眼睛上面长一个瘤子。 刚做完手术,就听到了造反的消息。 于是派司马昭守后路自己带大军,就到了扬州。 到了扬州,司马师用了一个很高明的策略。 就是维尔不达。 带了三路大军从三面把文钦他们钉子形包围在中间。 然后不打。 围的久了,进退不能退。 又没出路,又没粮食。 大量的造反的士兵,又都重新回归了司马师大营了。 这下文钦他们可着急了,就决定跟司马师决战。 一看条件成熟了,司马师统大军,就对他们进行了决定性的歼灭战。 但是在这个歼灭战当中,出现了一个司马师意想不到的情况。 再大的事情,再周密的安排,也有意想不到。 这意想不到的情况是一个小伙子,18岁。 这小伙子是文钦的大儿子。 叫做文秧。 这个少年将军既有本事,又有胆识。 作战的时候,本来文钦和冠丘姐作战失利准备撤退。 小伙子跟他爹说,咱们要退的话,不把敌人杀败了,咱们要退,他们追过来,咱就败了。 所以咱得先把敌人杀败。 这些当兵面对司马师的十几万大军,谁都不敢上。 小伙子带了十几个亲兵拨转马头,就奔司马师十几万大军就冲过去了。 左冲右突杀的血流成河,无人敢当。 把司马师整个部队都给打烂了。 在少年将军文秧左冲右突的过程当中,司马师就出事了。 在中军本来是指挥部队的,听到前方说,有敌军反攻了。 司马师就很紧张,一着急一上火不要紧,掩饰心火之苗。 刚做完手术,司马师一着急,把做手术的眼睛给急出来了。 血一下就喷出来了。 所以灭文心灌秋简这一仗虽然打得胜利了,但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就是司马师。 因为疼痛过度眼睛,失血过多,最后死在军中了。 临死之前觉得自己要不行了,司马师赶紧把后方主持工作的司马昭招到了军前。 然后把大权就交给了司马昭。 新领导上任会遇到各种问题,其中动物的稳定是关键。 有的领导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遇到刺头就采取硬碰硬的办法,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司马师的词就是典型的例子。 那么当大权落到弟弟司马昭手里之后,为了稳定局面,他又会采取怎样的策略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谈栏》。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是一段长达250多年的历史时期。 在这段历史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 齐桓公、晋文公、宋香公、秦木公、楚庄王。 回顾春秋这段历史,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五个霸主和他们所建立的霸业呢?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秀系列节目《春秋五霸》。 在接掌大权以后,司马昭就得出一个结论。 栗战不可行。 杀敌三千、自损八百,你有多少兵可打呀? 遍地都是反对派。 光用栗战不行。 做小事靠力量。 做大事得靠瞅头脑。 做天下大事得靠别人的头脑。 所以司马昭决定小事靠自己头脑,大事靠别人头脑,靠民心。 正在这样算计的时候,紧跟着就出了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又有一个人造反了,这个人叫诸葛丹,在寿春造反。 所以司马昭的策略叫做心战取寿春。 用心战的方法占领寿春。 这一年是公元257年的5月。 诸葛将军是诸葛亮的足弟。 在曹魏政权里面,他已经做到了震东将军。 扬州刺史手里有大权。 而且造反的时候,他联了一个联盟,东吴。 造反大军有十多万。 东吴又派来三万援军。 整这造反队伍多达二十多万人。 司马昭就采取了两个奖务。 第一叫示弱。 司马昭先示弱。 第一,示的是自己粮食不够。 第二,示的是自己队伍素质比较低。 专门派了老弱残兵,七十多岁老兵,十几岁的娃娃兵到淮北去抢粮食。 向叛军传达信息,我们战斗力不强没粮食。 这个消息让造反的队伍人心大快。 所以这帮叛军在包围圈当中大吃二喝,兴高采烈,天天开联关会。 没事就烧烤。 没几天把粮食吃光了。 发现粮食吃光了,援军也不来。 跟敌人一打才发现个个都是能争惯战的人。 造反这帮人发现上当了。 司马昭的第二招是什么? 一间分化。 司马昭手下有个高人。 这高人名字叫忠惠。 忠惠哪高呢? 书法好。 好到什么程度? 善书各家书题。 写字写谁向谁。 司马昭就安排忠惠伪造书信。 城里不有三万多东吴士兵吗? 他们肯定不是一条心。 造书信把他们招降。 结果伪造书信招降了城中以全端为首的一大批东吴士兵。 他们开门出降。 敌人军心动摇。 这一下整个叛军军心瓦解。 司马昭一战成功。 所以我们讲做事情能用资源和力量的人只是中等水平。 能用谋略和人心的人才是高等水平。 靠着这种心战的方法就得了寿春了。 得了寿春之后,司马昭就要做一件大事叫法蜀。 这件事情司马懿没想到。 司马师没有想到。 曹操作没成功。 曹批作也没成功。 但是被司马昭给做成功了。 而在法蜀当中,我们前文提到的中会起了关键的作用。 但是中会这个人本身也有造反之心。 有实力的人这个年代都要造反。 所以司马昭在既要用中会,又要防中会上面,就动了很多心思。 我们这个就叫做至战取中会。 司马昭的法蜀基本是这么安排的。 三路大军。 中会带主力十多万人取汉中。 然后邓爱带三万多人从敌道进兵。 还有一个雍州刺史诸葛旭带两万多人从祁山偏岛进兵。 三路同时呈品资行发术。 中会带十几万大军在建阁那块打了好长时间就是拿不下来。 粮食都快吃光了。 关键时刻邓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出骑兵,不到两万人,一万多人。 舍了间阁,走阴平小道,行无人之地七百里。 走了七百里没有人烟的地方。 山高临密,悬崖陡峭,一路上一边走一边架桥。 而且最后走不过去了,邓爱怎么办? 用毡子裹住自己,从山上滚下去。 就跟蹦极一样,就直接下去了。 大将军都下去了,当兵的就一个跟一个鱼冠而下。 所以最后来了个勾拳。 从侧翼就绕过了建阁,进入了成都平原的腹地。 西蜀整个军心动摇,国务斗志。 就邓爱闪电一般到了成都,刘善居然就直接抬关出降。 那边十多万人在建阁还打着呢。 这边邓爱取得首都的人已经投降了。 而且他是一万多人,不到两万人。 当时西蜀的部队十几万, 光成都守军就得四五万。 而且邓爱没有后方孤军深入,精疲力尽。 在这种情况下能取得重大胜利确实非常了不起。 所以我们说这个重大事情之所以成功,用人是关键。 邓爱哪来的?司马懿发现的。 邓爱他家庭出身非常贫寒。 而且本人相貌一般又是个口吃,邓爱是个结巴。 说话都说不完整。 咱们经常说的一个成语叫七七爱爱。 这就是从邓爱这来的。 邓爱每次说话都是自称爱爱爱爱有意见发言。 对吧?得讲好几个爱。 所以邓爱一开始没人喜欢的。 大家都觉得说话都说不成整句子。 你能当什么领导?给邓爱一个特别尴尬的官职。 这个官职是什么? 四个字。稻田守草。 这帮人把这么一个大英雄放到稻田里面去看着稻草。 稻田守草微莫小利。 但是偶然的一次,司马懿看到了邓爱写的东西。 司马懿发现这个人是大才。 最后就给提拔了。 结果它起了关键作用了。 所以我们还得佩服司马懿。 柏勒眼光。 中国人有句话。 是有柏勒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柏勒不常有。 大家看看。 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才站在这发言。 你想想人才哪来的? 都是高明的柏勒找来的。 所以中国人经常说是有柏勒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柏勒不常有。 我请大家反思一个问题。 为什么柏勒不常有? 我们需要大量的柏勒。 但柏勒为什么不常有? 这件事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 咱们研究人员, 为什么像司马懿这样眼光独特的柏勒, 他就比较少。 有个学校有这么个柏勒导师, 培养了一个千里马的博士。 小伙子三十刚出头, 有才华, 有人品, 有思想, 有境界。 导师发现这厉害。 学术研究自己不做了, 给博士。 国际会议自己不去了, 让博士去。 写文章, 让博士署名。 科研经费自己不要了, 给博士。 于是一颗学术新兴冉冉升起。 升起之后, 作为群众领导热烈鼓掌, 千里马。 最后, 大家特别喜欢千里马, 于是经费一直都给他, 项目一直都给他, 机会一直都给他。 所以我发现千里马去实验室, 实验室在哪? 在老教授手里。 大家一商量, 他那么大岁数能干什么? 实验室也给博士。 老教授最后落到什么境地, 培养出一个博士, 自己连办公室都没有了。 上网只能到图书馆会议室上网。 老爷子当然竞技高, 人家讲长江水后浪推前浪, 前浪就得让, 后浪才能上。 我就让了。 但是这件事一出, 周围的老师怎么说? 周围老师说, 哥哥兄弟, 这就是传说中的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所以老师们就达成一致了。 我们千万不要带同领域比自己强的学生, 真顶死你。 对吧? 所以最后, 赵博士面试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小伙子, 你有没有信息一两年之内超过我? 你要说可以, 老师立刻告诉你, 你的面试结束了。 对吧? 所以大家记住, 我们当领导手下, 如果有一个人才脱颖而出, 做出巨大贡献。 你第一个想法是, 这人才谁推荐的? 谁培养的? 你得找他的根。 培养人才的人, 你让他幸福了, 才有更多的人才。 所以大家记住, 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管理, 我们的制度, 就得这么设计。 永远不要让发现和培养人才的人吃亏受冷落。 如果发现培养人才的人吃亏受冷落了, 就永远不会有人才。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文。 正是因为有了司马懿这个伯乐, 才有了邓爱这个千里马。 在邓爱的努力下, 司马昭成功地瓦解了悉数证券。 但就在这时, 又出问题了。 我们在工作中, 也常遇到这种情况。 有的人能力强, 一旦获得成绩, 就会撬尾巴, 甚至做出对团队建设不利的事情。 那么司马昭又将遇到哪些棘手 这个问题, 它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大家知道, 人一成功难免就自我膨胀。 邓爱再扭他也是个凡人。 取得这么大成功之后, 他也膨胀了。 膨胀以后邓爱做了两件特别不对的事情。 第一, 邓爱以中央名义擅自任命干部。 第二, 说话不注意分寸。 说好多不该说的话。 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另一个阴谋家的注意。 这阴谋家就是中慧。 中慧是真想造反的。 邓爱是就想立功不想造反的。 中慧先把邓爱整死自己造反。 他怎么整的呢? 他就模仿邓爱的口气。 他不是写字善于模仿吗? 以邓爱的口气和邓爱的笔记给中央政府连写几封信。 接着把司马昭给邓爱的回信也模仿了几封回给邓爱。 这一来一去, 两个人矛盾爆发了。 接着中慧就造谣说邓爱要造反。 司马昭立刻指示中慧, 进兵成都夺邓爱兵权, 父子装到秋车里边押送首都。 把邓爱送走了。 送走了之后, 中慧开始决定造反了。 这件事情司马昭有判断吗? 有。 早在中慧法蜀之前, 身边人就跟司马昭说, 这小子阴谋家有可能造反。 司马昭关于中慧的造反他表了三个态。 第一, 法蜀胜利他一定会造反。 第二, 蜀国叫败军之将不能严勇, 王国之将没有重心。 西蜀国破家亡, 部队打败了。 中慧要造反, 这帮人肯定不会支持他。 第三, 中原将士私规都想一锦还乡。 他要造反, 他手下的部队不支持他。 所以他不造反还能善终, 他要造反必败。 你看看司马昭的政治眼光非常高。 公元264年正月15元宵节的时候, 中慧把大将们聚到一起。 他就是想, 你支持我, 咱们就造反。 不支持我, 把你们都宰了。 中慧没想到, 人家有一帮队伍。 所以最后这些诸将手下的当兵的, 一起回过头来反攻中慧。 中慧手下几百个亲兵都被整死了。 中慧也被杀了。 所以最后, 评判就这样平定了。 西蜀就这样被拿到手里了。 取得西蜀政权之后, 天下有很多人有质疑。 司马氏的人那么搞阴谋, 就靠父子几人, 他怎么就能取得西蜀的胜利? 曹魏政权那么多次就没胜利。 诸葛孔明六出其山, 江伯约九伐中原都没胜利。 怎么司马政权一次就成功了? 原因到底在哪儿? 资质通鉴当中引用了一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襄阳人名叫张替, 他就讲了三个原因。 第一, 说老曹这为什么不能成功? 曹操这人以法治治天下, 手段非常狠辣。 所以人人敬畏但是没有敬爱。 你要让人敬畏没有敬爱, 没人给你卖命。 第二个原因, 你别看司马氏手狠, 但那都是高层政治斗争, 对小集团很手狠。 但对下边老百姓司马氏掌权之后, 隔除必正, 发展生产, 关心民生。 你看看历史上, 司马仪最大的贡献是屯田, 给老百姓找地, 然后让地养活老婆孩子, 过幸福的生活。 所以有这个做基础, 他有民心。 靠了这个战略眼光, 所以司马氏成功, 他有头脑。 回过头来, 大家看中国历史, 我们认为成功人士有三种。 第一种人叫情绪导向的人。 这种人靠情绪和直觉生活, 做事情是喜欢就干, 不喜欢就不干。 这种人只能做成烦人小事。 第二种人叫头脑导向的人。 这种人有逻辑有判断, 做事情进行利害分析, 趋利避害, 有亲急有谋略。 这种人叫头脑导向的人。 他可以做成大事情。 第三种人叫心灵导向的人。 这种人有信念, 有思想, 做事情凭的是价值观。 应该做的话, 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去做。 应该走的路, 即使万丈深渊, 刀山火海我也要走。 这种人能做成伟大的事业。 所以大家看三国历史, 诸葛亮就是心灵导向的人。 凭价值观做事情, 明知不可为耳为之。 自己虽然牺牲了, 自己虽然没成功, 但是引导千万人走这条路。 这就是伟大的事。 司马懿跟诸葛亮不一样。 司马懿是头脑导向的人。 他做事情就分析利害, 根据个人的得失趋利避害去做事情。 所以你会看到, 司马懿更像一个常人。 诸葛亮更像一个伟人。 司马懿身上有我们每个普通人有的各种各样的毛病缺点和问题。 做个比喻, 诸葛亮像一盏明灯。 这盏灯穿越历史的阴霾。 它的光明照亮了今天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心灵世界。 司马懿像一个镜子。 一面明镜。 对着这面镜子, 你甚至能看到你自己真实的样子。 你能对照出很多自己身上的缺点和不足。 你会有所反思, 有所感悟。 咱们都讲追求真理。 我们讲真理, 先真实再讲理。 这人就得照镜子。 看到真实的自己是一个人进步的开始, 也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开始。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以史为鉴, 以人为静。 在前进的道路上, 既要有明灯照亮你的心灵世界, 也要有明镜让你清醒的看到真实的自己。 这样我们才能心怀光明每天都走在坦荡充实的人生大道上。 这也是我们来讲司马懿这个话题的真正的立足点所在。 到这里, 我们关于司马懿话题的全部内容就讲完了。 谢谢各位的支持。 再见。 在中国历史上, 尊丘是一段长达250多年的历史时期。 在这段历史时期, 出现了一系列的混乱。 人形中的阴暗与光明, 文明与兽星, 英雄主义与腐朽气息, 在混乱中充分展现。 这是一个大倾斜, 大动荡, 大变革的时代。 那么在这个时代, 天下为什么会大乱?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春秋五霸第一集, 天下无主。 天下无主。